為了GO我們一起看天氣好冷 這兩天強冷空氣發威這個是今年入冬以來 最強而且持續最久的一波對台灣而言其實整個東亞也面臨到整個寒潮的大爆發 預計週日晚上到週一的清晨是最低溫而且是濕冷 北部可能是11到13度空旺地區大概加近10度 請注意年長者的身體的狀況好預防天氣病 可不可以注意一下其實這個整個冷空氣的你看這個雲街這個是最冷的地方 整個在長江流域這個附近的低到10度以下 台灣的也是一樣好不過我們遇過遇到這個台灣海峽就稍微變心一點點就沒有那麼的冷了 預計了這個到禮拜二就會慢慢的緩和一點點 改為吹東北風但是這個小系統的那邊通過 整體來說的話還是冷高壓持續的影響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12月31號跨年的時候也是典型 東北風的天氣所以跨年日出 大概就是典型東北風跑不掉中南部的相對的比較晴朗東北部的 陰塵偶正雨有沒有看到這個就是典型東北風的天氣所以禮拜天到禮拜一 都是類似的這個環境跑不掉 中南部相對的就穩定很多 那這樣的情境的會持續一段時間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提高警覺 這樣的環境在東北部迎風面就容易偶正雨偶正雨 禮拜一還蠻多的 禮拜一還是冷空氣發威最強的時候 禮拜二禮拜三就會慢慢緩和 但是北部都還是陰塵是跑不掉的形態 請大家一定要有些心理準備 都是屬於偏冷的 那冷空氣呢 其實在東亞是真的在發威當中 有沒有看到這個東亞 廣東的北邊都有機會到達零度以下 請大家注意這真的很冷 這真的很冷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樣的環境會讓你冷得很受不了 這個情境真的是冷的會很有感 請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提高警覺 這個環境是真的有點冷 整個東亞都是進入一個 很強冷的環境 這個冷的是非常非常有感的請大家 務必要提高警覺 預防一個天氣病 所以這樣的環境在北部的溫度來看的話 預計這個溫度的變化幅度 其實會慢慢慢慢的變化當中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變化其實有一些波動的一個幅度 到了禮拜三會好一點點但是接下來呢 跨年元旦的期間又稍微涼一點但是沒有至少像現在那麼冷 預計的是15到17度 1月1號的話17到18度 雖然沒有很好但是也不會太差啦 請大家好好珍惜一下這個是北部的溫度 中部的溫度也好一點點 這兩天真的是中部也很冷 很涼的感覺那南部也是如此 南部好一點點 沒有像北部那麼冷但是我說的這是都對的溫度 如果空旺地區呢還要再減個兩三度 所以 預計呢 禮拜天大致上 東北部 迎風面都濕濕冷冷的天氣 中南部相對的舒服一點點但是還是相對的很冷 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那 預計呢 禮拜一白天呢還是類似的情境 而且清晨還是蠻冷的 務必要提高警覺要到禮拜二才會改變 以上是今天天氣 直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